在旧约当中 割礼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 还有外邦人有所区别 所以他们会有在肉体上面来做割礼 而到了新约 我们不再有这样的一个仪式 而是只要你凡接待耶稣基督的 你都是在属灵上面受了割礼 在耶利米书里面他有提到 他说我们在肉体上都受过割礼 但他们和以色列人在心灵上面都没有受割礼 这里讲到他们在肉体上面有割礼 但是他们在心灵上面却没有受割礼 所以可以说是没有受割礼的受割礼者 换到现在话讲 也就是说今天你可能已经来到教会一段时间 你甚至可能已经受洗了 但是你未必是一个真基督徒 而是唯有那些遵循神话语 造的真理行事的呢 才是真基督徒 如果是这样的割礼呢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 我们不只是要在外在行为上面 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更要受割礼 有什么是在你的心中里面还没有把它出去的 可能是我们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些的 骄傲自私懒惰或者是一些很弯曲诡诈的想法 也有可能是我们与人的关系 甚至是一些外在物质的享受 常常我们滑手机 常常我们看一些脸书 这些都拦住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今天祝福你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不只是外在要受割礼 而是我们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我们一切的想法 我们也要被解禁 也要受割礼 所以新的一年里面要祝福你 成为外在内在都受真割礼的人